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震撼 哗言 一些消息 台湾方面是因为陈哲南的事件 引起整个台湾轰动 我曾经说过在另一堂 陈哲南是台湾前总统阿扁的副秘书长 他在任期内是因为贪污成千万以上 结果在一审的时候被判十二年徒刑 是因为贪污 但谁知道就在庚审的时候 即是差不多上诉了 这几个法官当中仅可过一半 是改判他一年龄两个月的徒刑 然后还要减了一些刑罚之后 剩下七个月的监禁 那怎会差那么远呢 原来很简单 原来如果是 这个职是用行使他的职权 去贪污的时候 刑罚是很重的 但是如果人家不知道他有这个职 或者没有行使这个职 那个是普通的诈骗罪 刑罚是很轻的 最多五年而已 最多是五年 那你还可以下调 所以变成这样 这个官判的时间 为什么会被他这么大的轻判呢 他就说很简单 一个犯案的时候 然后他没有达他的副秘书长这个名字 他没有达出来 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这个证明他与他的职权的方面是无关 所以这个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市民诈骗 既然是普通的市民诈骗 所以是要轻判的 结果就变成这样 带来的结果 我都说到是一个很大的轻动 而这个轻动最大的是什么呢 就是扁太 他的贪污都要轻判的了 原因一边就是因为很简单 我没有达我是总统的太太 我说我是陈太而已 或者我是叫做淑珍而已 所以这是普通的市民 诈骗那你就被我骗 那我最多是诈骗而已 甚至总统的判刑 都可以大幅度调低 我从来没有达我总统的名字出来 不过你给而已 关我什么事呢 我没有说过 因为我是总统 所以你要给 没有啊 在这样的情下 就变成了无法无天 在一个在职期间的公务员 他们这样来做的时候 这个可不可以说 跟他的职权无关 是因为全个台湾人都知道 他们是谁 是人都知道 他们的职涵是什么 以至到因为这样的缘故 他们这样做 在今天 里面我们都知道 有一个省 有几个法官 最近被判刑 原因就是 他们是受贿 以至到在一些案 应该判监的无盘 应该要停止生产的煤矿武亭 而带来的结果 是造成更大的灾难 四十几人是因为这样而死亡 各位丁之妹 来到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看到很多时候 我们都会有一种的负冤 我们经常都在问 上天无眼 为什么这样都可以呢 这么不公平的东西 为什么都可以出现呢 当我去东九直堂那边 讲道的时候 韦成 这么巧 是临走前一天 他19号离开香港 要回加拿大 18号 我们在那边有一个报道会 我就请了他去讲见证 他讲见证的时候 也都讲回 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工程师 是一个建筑公司的老板 但是很可惜 就是一个建筑公司 是为了有一个固定的收入 就长期和一间的地产商 来合作 就把这个地产商的东西包了 来做 结果因为这样的缘故 他除了这个地产商的生意 全部其他生意都没有接到 带来的结果 就被这个地产商继续不断去捏 他的那些尾数 一直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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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超过一千万 尾数 他给那些原料 但他追的钱就追不到 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借下一身大的债项 当他想到 想着买一张刀 来到他跟他讲数 如果这个老板不给钱的时候 就捅死了他 然后自己自杀 当他想到这样的时候 好在就是一个恰当的时刻 有一个政府及工程师 秦地盘的时候 见到他不开心 后来我才知道 他看到他不开心 请了他上个办公室 上去的时间 尾数因为见到这个是官 常常要秦他的地盘 就给他面子 所以就跟他上了办公室 没想到上到办公室的时候 他就跟他讲福音 讲耶稣 他又不好意思走 就一直应付应付应付 去到跟他缺智的时候 他都以为缺完就能走 所以他叫他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那就缺了 谁知缺完之后 你没得走 然后就说 你现在缺了智了 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你都要去崇拜 不是只这样算 有一间教会 我们介绍你去 我们的同事都一起跟你去 结果就介绍了他来恩福堂 第一堂崇拜的时候 他说其实他的行李箱 还有一张刀 用报纸包住 谁知就是那天 我不知道他在这里 我又不知道他是谁 我又不知道他发生什么事 我就刚好说到 就说到出埃及记二十章 第六届 不可杀人 就是那一届 结果就说到正 结果 讲完道的时候 我们一起分祖祈祷 那时候 他就在正我的祖 他就说了这件事出来 顶姐妹 我看见他的时候 我心里面很难过 一个白手卿家 辛辛苦苦 做了十几二十年 然后建立了一间建筑公司 但是就是因为一个这样的地产商 令到他差不多要加破人亡 很多时候我们在这里呼怨 为什么这么多不公平的事 发生在这个世界 我当时就是给了一字圣经给他 罗马书十二章十九 主说 辛冤在我 我必报应 不需要为自己辛冤 任憑主劳 因为主说辛冤在他 他必报应 我没有想到过了一段时间 有一次他拿了一张报纸给我看 我是惊讶 就是这个地产商 突然之间失踪 然后一路过过过过 过了七年 都是无影无踪 法庭就宣判 他已经死亡 我相信这些新闻 当时的人非常清楚 有几年有听过的 可不可以举手 顶姐妹 我今天要跟大家讲 不只是位置一个人的见证 我要跟大家来讲一讲 圣经里面 是对着末世的时候 两个大霸主 一个是经济上的大财团 这个经济上的大财团 圣经称它为大巴比伦 大巴比伦 如果以它的国土来说 其实是包括到现在的 伊赖克 沙特阿拉伯 阿拉伯的游长国 甚至包括科威特等等 这些地方都爆了 都是当时的大巴比伦 这个大帝国里面 启示录记载 这个大帝国将来会成为 全球最富庶的霸主 全球的经济将会集中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们用的东西是最贵的东西 吃的东西是最贵的东西 他们各方面的享乐都是最有钱最贵的 有很多人说 怎可能现在的伊赖克 一窮 即是窮光弹 怎可能呢 不过大家如果留意 在现在的局势 阿拉伯国家已经有一个计划 就是当美国、英国等等 这些驻军撤出伊赖克之后 阿拉伯国家将会 联手来参与重建伊赖克的计划 来协助这个国家重新建立起来 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 伊赖克本身的地底有无数储藏在这里的石油 它要发达是很快的事 到底要多久才可以建成一个一级的城市呢? 以前我都不会相信一两年可以建立一个城市 自从过去的两年 去到辽宁省的铁岭 看一看一个新城的时候 不到我不相信 每日五万到十万人开工 短短一年半到两年之间 一块空地烂地 现在变成一个暂身的城市 我可以这样说 城市的规划来说 它是东北三省里面 最具规模的一个城市 嵌一声两年里面 已经去到几十万人了 是没有可能的事 现在已经成为可能 我也都相信 有钱的话 伊赖克将来 十万、二十万、三十万的劳工 在那个地方 来到去建造城市的时候 可以短短一年、两年、三年 整个城市会改观 你们知不知道 全世界 最大的水族馆在哪? 你们知不知道 全世界最大的商场在哪? 你们知不知道 全世界最贵的酒店 最豪华的酒店在哪? 知不知道? 告诉大家 答案都是一样 去杜拜 你会看到这些东西 以前的巴比论是这个 另一方面 我们也没有办法想象 一个全球最大的大霸主 军事的霸主 西方的王 我们说过 全世界都要降伏 神福 在祂的淫威底下 但祂可以 一夜之间 变为乎有 为什么呢? 我们今天就要看一看 我们今天就要看一看 曲中 人散 耶稿基督 祂要来到这个世界 会将一切平反 然后去审判 各类的人 无一行免 我们一起打开启示录十九章 启示录的十九章 首先我们去看一看 第一节 至到第六节 来看看一个的背景 就是将来要直接审判这个世界 要平反一切不公义的事 到底这个是谁呢? 我跟大家轮流读 我第一节 大家同一节 第一节开始 此后 我听见好象群众在天上大声说 哈利路亚 救恩 荣耀 权能 都属服我们的神 并且向淫妇土 勃人的祭 给他们伸愿 又说 哈利路亚 消淫妇的烟 往上无 直到永永远远 那二十四位长老 四活物 就俯服敬拜 助宝座的神 说 阿门 哈利路亚 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神的众伯人 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 都要赞美我们的神 我听见好象有群众的声音 众水的声音 大雷的声音 说 哈利路亚 因为主我们的神 全能者作王了 在这段圣经当中 若翰再一次将我们带到天上 来看到将来的境界 看到天上的境界的时候 有一句句话 重复出现完又出现 出远又出现 这句话是由四个字组成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这个字 其实是希伯来文的音译 是译音 其实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赞美耶和华 在这段圣经当中 我们看到 为什么我们要赞美耶和华 是因为在这个地方 从头到尾 他就很详细告诉我们 为什么我们要赞美他 救恩是属于他的 第二 荣耀是属于他的 第三 权能都是属于他的 救恩 是纵使在最没有盼望的里面 他能够给到人盼望 要死的时间 他能够给到人活 没有生命 他能够给到气息 荣耀 不需要别人给 他自己本身已经有 别人一看到的时候 那种光彩已经在 权能 没有任何世上的权或者势 是能够大得过我们的神 他的权能 他要哪个存在就存在 他要哪个不存在就不存在 他要哪个拥有就拥有 他要哪个消失就消失 他要哪个起立就起立 要哪个跌低就跌低 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 实际上太多令人震惊的事 是发生 我最近都开始有机会 看回史大林的一生 我会看回一个 是人家想不到 有一个劣势的里面 不可能的里面 能够上到高位 而上到高位的时间 是用他的权势 来逼迫异己 但是 而最终 他就是死于心脏病 就是这样死了 是突然之间消失 没有人会想到 另一方面 也没有人会想到 东欧的政权 是一夜之间可以转变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 也没有任何一个人 他够胆说 我拥有这个权 这个势 这些材 我是可以探过世 探到多少岁 不是我们决定的 是神决定的 接着我们再看一看 圣经里面说到 他是审判官来的 他的判断是真实是公义 什么叫真实呢 完全那些东西是真理 人无论如何去销毁 那些东西是销毁不了 那些证供证据 是不可以改得到的 一定是真实 所谓真实 我们在这里说 是因为我们的神 人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 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我们一生所行过的东西 他可以叫我们 好像看回那些录影带 闭路电视的录影带 消失不了的 他全部给我们看回 他可以追回以前这个世代 追回以前我们的时间 逐一逐一逐格逐格 告诉你 放大了 这是你了 还不是? 你做了这些东西 你说了这句话 再清楚一点 播回给你看 播回给你听 你是骂过人 骂过这句话 还说不是 那样样的东西非常清楚 公义 绝对不会屈枉正直 我们看到在这段圣经当中 哈利路亚 也包括到什么呢? 不单是因为他的救恩 荣耀权能 是属于他 他的判断或者他的审判 是绝对公义公平公正 另一方面 我们也看到 他的审判 是针对所有人 我现在就很想 跟大家来看看 未来 曲终人散的时候 是这个终审庭的审判 是审判什么人呢? 首先 我要给大家来看看 首先 那个审判 是先临到信主的人 别以为 我们哪里还要审判 不用判了 是 不用判 不过信徒的审 是论功行赏的颁奖礼 我们一起读一读 第七节 至到第十节 七到第十节 一起读 我们要欢喜快乐 将荣耀归给他 因为高阳婚宴的时候到了 辛苦自己也预备好了 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世麻衣 天使吩咐我说 你要写上 凡被请赴高阳的婚宴的有福了 又对我说 这事神真实的话 我就俯伏在他脚前要拜他 他说 千万不可 我和你 并你那些为耶稣作见证的弟兄 同事作伯人的 你要敬拜神 因为预言中的灵意 乃为耶稣作见证 首先 我们看见在这段圣经当中 终审庭第一批 首先 会面对我们的审判处的 是我们 审判必由由大家来到开始 在这段圣经当中 我们看见好奇 我们在哪里看到审判呢 因为第八节那里 就蒙恩得穿光明结白的 细麻衣 而细麻衣是什么呢 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原来 当我们是进入到高阳的 婚宴的时候 辛苦自己都预备好了 个个都有光明结白的细麻衣了 而细麻衣是什么呢 圣经讲得很清楚 是信徒所行的义 如果信徒所行的义 都已经判了 换句话来说 基督台前的审判 已经举行了 基督台前的审判 是什么的审判呢 我们可以看 整个圣经的教导 是论功行赏的审判 是绝对不会有罚的 只是赏的而已 有些人问 怎么可能 基督徒也会有人做错的 基督徒也会犯罪的 我想问问大家 有多少人信了耶稣之后 都有说错过的东西 可不可以举手 是人都举的 有多少人都会做错过的东西 可不可以举手 是人都会的 有多少人都想过一些 不应该想的东西 可不可以举手 弟兄姊妹 为什么我们举 因为这是事实 连圣徒保罗 一个这么伟大的仕途 他都说得很清楚 立志为善 由得我 指示行出来 由不得我 他不是用 past tense eris tense 过去识 来形容的 罗马书 第七章 由第七节 一直到十几节 你可以说 十四节 一直到二十几节 全部是用 present tense 信了主之后 我仍然都会有 立志为善 由得我 指示行出来 由不得我 我真是苦 谁能够我脱离 这取死的身体 然后跟着 他讲出一个经历 但是感谢神 靠着我们的主基督耶稣 我就能够脱离了 圣过了 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今天做信徒 没有挣扎的时候 除非是我们投降了 因为撒旦不会投降 撒旦不会消失 撒旦一定是存在 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 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我们的软弱 是一定会久不久就会出现 以至到我们要紧紧靠主不可 那为什么不会有佛呢 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 所有的佛 所有我们的罪 耶稣基督由头到尾 已经背了 祂帮我们背 将我们的罪一笔勾销 但我们将来在神的面前 我们是什么呢 是一定会按着我们一生所行 明察秋毫 到底我们有多少 服侍了祂 爱祂 爱人 建立人 所有这些东西 将来都在基督台前的审判 会显示出来 因为这样的缘故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 待人接物的态度 对人的爱心 我们对神的忠心 信服的心 然后跟着呢 我们对我们的婚姻 到底是不是忠心 另一方面 我们是不是紧紧 贴近那些主 不忘记祂的教导 跟着祂来都行 这一切的东西 都是将来在策上 祂要纪念的 所以有些人 常常在说 上帝 给那些信主 信得很忠心的 又是得永生 是给那些妈妈夫妇 糊里糊涂的 到临死的时候 做尽恶事 临死的时候 我信你 又是得救 又是得永生 豈不是很不公平 弟兄姐妹 哪是这么简单的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的救恩 是有三重的 第一重的救恩 是过去 从永死 从撒旦权势里面 救出来 这种的救恩 第二重的救恩 是现在继续不断经历的 丰盛的人生 第三重 是将来与主同作王 这种的救恩 哥林多后书的一章十节 非常清楚讲 他曾经救我们脱离了 极大的死亡 现在仍要救我们 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 还要救我们 这三重的救恩 是绝对不会有 什么叫做不公平 不公正的东西 换句话来说 我得一鸣鸡 又可以去银行开户口 他一亿 又可以在银行开户口 你不是很不公平 什么叫不公平 你开了户口 只有一鸣鸡 但是有些人开户口 人家有一亿 那叫不公平吗 同样的道理 在天上开了户口 是有些人可能 只有一鸣鸡 可能一鸣都没有 但是也有些人 过亿 弟兄姊妹 这个是在乎什么 是在乎你 百分之百是神的恩典 祂给我们可以 在天上开户口 但是百分之百 是你自己 是我们自己 愿意投放 多少是永恒的里面 是我们的事 在这段圣经当中 他也要告诉我们 天上将会有 迎娶的时间 是羔羊的婚言 羔羊的婚言的主角 是谁呢 兄姊妹 你们知不知道 主角是谁 身苦是谁 由头到尾 圣经里面 讲得很清楚 教会的头是基督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就如什么呢 丈夫是妻子的头 一样 你们做丈夫的 爱你们的妻子 就如基督 爱教会 丈夫是妻子的头 就如基督 是教会的头 另一方面 一讲到这种 羔羊的婚言的时候 全部的教导 都被我们看得见 这个身负 就是教会 换句话来说 基督台前的审判 结束之后 教会就和基督 结合 是永恒的结合 然后跟着就和他一起来到这个地上 来去审判敌基督 审判假先知 审判撒旦 然后将他们打到无底坑的当中 到时候 不单止是新虎 新郎 即是基督和教会 我们慶高采烈 在这个地方慶祝 甚至连出席那些 都是有福的 这个出席的是什么呢 是包括到 可能是 一些大灾难 其中才信 甚至有些天使等等 他们都是叫做有福 但是主角是我们 我们有份的 接着第二件事 圣经告诉我们 神不单止将这个审判 是由大家开始 由信徒开始 由基督台前的审判 第二部分 他也会审判罪灰和首 这个罪灰和首是谁呢 我们看回十九章 第二节 至到第三节 我们一起读 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 他的判断是 任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 并且向淫妇 讨留博人血的罪 给他们伸冤 又说 哈利路亚 烧淫妇的烟往上无 直到永永远远 顶姊妹 在这段圣经当中 这个大淫妇 按照 启示录十七章第四节 是很清楚告诉他们 就是说 这个非常有钱的大成 到十八章第一节 巴比伦 就是那大成 第二节也这么说 另一方面 耶利米书的五十章和五十一章 非常清楚来说到 巴比伦 他将来的警方 在这段圣经当中 按照十七章十六节所记载的 就是他会被敌基督毁灭 然后被神审判 然后继而被烧 直到永永远远 我们很难想象 一个国家 怎么可能会被烧的呢 但是圣经就是告诉我们 圣经将来 就是要将这个的大巴比伦 放在火里来烧 他的财富 一日之间 可以完全化为乌有 因为这样一个缘故 我们对着那些暴发的 只是诈取人的钱财 然后用在自己的私利上面的 这些的人 你无需要眼熬 无需要耿耿于怀 当然 有些的东西 我们可以报警的就报警 可以告的就告 当然有很多方面 你都可以交给这个法律来处理 但是我都告诉大家 有很多的东西 连法律都帮不到我们 因为在法律里面 你会发觉到 民主的社会 原来都是一个叫做财主的社会 有些人很奇怪 民主为什么叫财主呢 我告诉大家 的确是 如果你能够用得钱 你懂得用钱 人可以给你买的 你信不信 有多少人相信 在这个世界里面 有很多的时候 钱 可以买一些的人 令到他做一些 违背良心的事 可否举授 有多少人相信 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面 这些东西都是经常出现 你不要以为 这个制度改变了之后 什么都改变 不是的 仍然都是这样 但我们很感恩 我们无需要为到这些事心怀不平 因为神会审判 将来所有这些不公义的事 一次过在终审庭 全部会审翻 第二部分 神不单只审判 这个最有钱的人 大巴比伦 他也要审判一个最有势力的 就是敌基督 我们由十一节开始 一直到二十一节 我读一节 请大家读一节 我观看见天开了 有一匹白马 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 他审判争战 都按着公义 他穿着浅了血的衣服 他也名称为神之道 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 可以击杀列国 他必用铁杖核管他们 并要踩全能神 列路的酒窄 我又看见一位天使 站在日头中 向天空所飞的鸟 大声哭着雪 这门聚集内父神的大言直 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 并他们的纵军都聚集 要与骑白马的并他的军兵争战 迷惑受印和拜受像之人的假仙次 也与受同被擒难 他们两个就活活地被涌在燒着的流黄的火壶里 我们一起读21节 其的被骑白马者口中出来的剑杀了 飞了都吃饱了他们的肉 在这段圣经当中非常清楚 来说到未来打败敌基督的 是耶稣基督 我们在哪里看到这个是耶稣基督呢 因为很简单 十一字告诉我们 他是骑着白马而来人 跟圣经的记载一样 第二 他的名字叫做诚信 就是永远按着他的应许来对待我们 诚信 faithful 信实 第二 真实 alites 也可以叫做真理 耶稣基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另一方面 他审判争战都按公义的 第三 他的眼睛如同火焰 他的头带着很多的 Diademata Diadem这个字呢 就是皇冠 他带着很多的皇冠 因为他是万皇的皇 我们知道敌基督他带的 不是Diadema 是Stefanos Stefanos呢 就是Steven 加多os在美 就叫Stefanos Stefanos的意思呢 是要靠打赢了 跑赢了 好了 你胜利了 才得着的那个胜利的冠冕 但是Diadema 就是他一开始已经有的 他的身份本来就是 一个皇冠 另一方面 我想更加明显的 就是十三节 十三节说 他穿着浅了血的衣服 他的名秘称为什么 神的Logos L-O-G-O-S 神的Logos 是什么呢 若向福音一章一节 太初有道 道与神同在 道就是神 然后接着十四节就说 这道成了肉身 充充满满的 住在我们的中间 充充满满的 又恩典又真理 我们见过他的荣光 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所以很明显 这个是耶稣基督 他就是神的道 另外 我们也有看见 有利劍在他的口里面出来 这个劍 其实是说神的道 他不需要用劍 不是那些非劍 他一说话出来 然后就可以击杀列国 而且他用铁像核管他们 由头到尾的描写 都是耶稣基督的描写 他穿着浅尿血的衣服 有人说到 这个血是他钉十字架的时候 来告诉人 他为人负罪 也有人说 因为这是最后的 哈米吉多顿大战 以至到在整个战场里面 那些血染在他的身上 但无论如何都好 大家可以看到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他的名 清楚告诉我们 他就是耶稣基督 来说的 然后十六节更加清楚说到 他是万主的主 万王的王 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我们看得见 将来审判这个大巴比伦 是这位的主 审判敌基督的 又是这位的主 他如何去打败这个世界的霸主呢 他不需要一枪 一弹 什么都不用 一句说话 他就可以搞定 有些人说 哇 这么容易 是啊 如果大家有留意 看看 我们整个的世界 宇宙 你会更加惊讶 这个太阳系 只不过银河系里面 一个非常非常小的 一个体系 天体 跟着银河系 但是不知多少万倍 多少少倍 银河系之外 还有银河系 最近 有些天体学家发现到 有一个行星 是比太阳大 成 万倍以上 而它的光 是亦都比太阳 光成万倍以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这些情形 你想一想 光可以比太阳光万倍以上 几光 无可限量 那个光 碰一碰都有问题 这么热的东西 怎么可能存在呢 但这个世界就是 银河系 有这些东西是这样存在 但是它不会变成灰 如果太阳 如果月球或者地球 去到四万度涉事 变成什么 我告诉大家 四万度涉事 来到这个地球 这个地球不存在 溶了变成灰 全都散了 现在几多度 苏联和俄罗斯那里 俄罗斯四十度 已经着火了 然后接着 大概三四千度 岩石就变成 液体了 如果到六千度 到一万度 六千度左右 那些液体会变成气体 蒸发 岩石蒸发 如果你去到四万度 你想一想 那个变成如何 但是 原来在这个宇宙 神就是用他的说话 神说 有 就有了 就是这么奇妙 而且一个规律 就是这样来 所以我们看回将来 整个敌基督的毁灭 比起神的创造 小无见大无 那些叫做 不单止 他要打败 这个敌基督 他同样 他要消灭 那两个假先知 这两个假先知 那样 就好像是羊 但是实际上 他是为敌基督 说话 为撒旦 说话 我们曾经说过 亲爱的弟兄姊妹 因为这样的缘故 你和我今天 在这个好像充满不平的社会 有很多时候 有些不是很公义 其实香港很好 我告诉大家 如果你留意 看看这个世界 我觉得你要为香港感恩 香港比起 大部分其他世界上的国家 香港是一个叫做 很公平 公正 一个这样的地方 稳定 但是仍然都有些 不公平的事情存在 但是我们要知道 这些一切的不公平 在主的里面 他会审判 他会平反 他会搞定 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要小心 不要做一个乱断的人 我看到有一篇文章 是讲到 有一次的灾 天灾之后 在一个天灾之后 在一个火车上 有一个女士 无论如何 去哄一个两岁大的 一个婴孩 怎么哄她 她都是哭 哭到 整个火车 那个伤 火车伤 是吵到 根本没有人 可以静得下来 旁边有一个男人 很不耐烦 他就很粗声粗气 跟那个女人说 可不可以叫他 不要出声了 太吵了 阿沈啊 麻烦你了 结果这个女士说 先生 我也很想 但是我做不到 因为我不是他妈 那么他想着 那么他妈在哪里 这个女士当时 她就指 他坐的后面 有两副棺材 他爸爸 他妈 都在里面 原来就是一次的天灾 所以当中 父母都死了 剩下了这个两岁大的 小孩 那个邻居 看到这个小孩 这么可怜 所以就抱住了他 希望能够照顾他 这个男人听到了之后 很惭愧 到此 他就抱起了小孩 就是疼他 各位丁姐妹 有很多时候 我们看的东西 未必很准 但是 我想在世上 最重要的一件事 不要自己做审判官 任凭主路 因为身怨在他 我们低头做一个讨告 在我们讨告的当中 我想问一问有几多人 在过去的里面 你曾经是因为一些不平的事 心里面有愤怒 有恨 我请你举授 有几多说 是今天 当你听完这个讯息之后 有几多人 愿意 Let God Let go 你知道身怨在主 主必报应 所以你不需要为自己身怨 恶有恶报 善有善报 主一定会身怨 他会平凡 有几人 你愿意 Let God Let go 愿意交给他 不再为自己身怨 我请你举授 感谢神 亲爱的主耶稣 恶求你帮助我们 认定你是身怨的主 每一个人最终都要去到你那里 受审判 因为这样的缘故 帮助我们 不要再为自己身怨 任凭主路 奉耶稣基督的命求 Amen Amen